你知道要如何做出成功的問卷調查嗎? 那你有想過你可以從問卷中得到什麼額外的價值嗎? 問卷不只有問卷分析更能比對預測 趕快來試試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電踏少女啦 你會設定iPhone0是嗎? 設定到之前有教大家怎麼設定 但是因為iTunes不斷升級 所以有些功能位置變得不太一樣喔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二度下凡來幫大家解答啦 那我們先把想要變成鈴聲的歌曲拉進iTunes 然後對著歌曲按下右鍵取得資訊選項 在選項有一個開始跟停止的設定 那在這邊你可以把你想要的片段變成鈴聲 不過要注意最多只能設定40秒喔 那設定好秒數之後就按下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製作一個鈴聲版本的檔案啦 先點一下剛剛設定好的音樂 然後在上方的選上找到檔案 轉換製作AAC版本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製作一個AAC版的檔案囉 那製作好之後我們就會發現iTunes多了一個鈴聲版本的檔案喔 然後我們把剛剛轉成AAC版本的檔案拉到桌面 那這時候我們要來改檔名 把M4A改成M4R 那改好檔名之後呢要記得把AAC的檔案刪除 然後就可以把剛剛改好的檔案丟進iTunes的檔案分類喔 那現在呢我們就完成了製作鈴聲檔案這個步驟啦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把鈴聲盤加到手機囉 那我們先用iPhone Lighting 線呢把電腦跟手機做一個連結 那接著呢我們點開iTunes上面的手機控制介面 接著呢我們再點開鈴聲 那進去之後就會看到一個同步鈴聲選項 選下去並點選同步 這樣子呢鈴聲就會同步到手機喔 那我們同步到手機的鈴聲要去哪裡找到呢 就要點開設定聲音 然後呢再點選鈴聲 你就會看到我們剛剛設定好的鈴聲啦 那現在呢啦就要準備測試給他友看啦 那看一下啦有沒有真的設定成功呢 剛剛的啦設定的鈴聲就真的過來啦 那最後呢啦搜集了五個他友最常問到的問題 那也一次在這邊幫大家解答啦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一定要蘋果電腦才可以製作鈴聲嗎 當然是呢不論是蘋果電腦或者是PC 都可以在蘋果官網上免費下載iTunes喔 那第二個就是呢我們要怎麼把MP3檔案的音樂放到iTunes呢 除了像啦啦一樣呢直接把它拉進iTunes之外呢 再我們也可以點開檔案 將檔案放入資料庫這樣子也可以喔 那如果呢我們找不到製作AAC版本這個功能的話要怎麼辦呢 首先呢我們只要到上方按鈕找到iTunes 偏好設定一般輸入設定 那接著呢把匯入時使用後面的選項選擇AAC編碼器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啦 那我們在桌面上趕完檔名之後 為什麼鈴聲會拉不進iTunes呢 那這時候呢要請他有確認三件事情 第一個呢就是你要確認你的鈴聲呢是不是長度在40秒以內 第二個呢就是你檔案名稱是不是有確認改為M4R 那另外呢第三個就是AAC檔案有沒有記得刪除啦 那最後呢我們要同步套用的時候 卻出現了iTunes的資料庫無授權此電腦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不要緊張只要點開帳號授權 授權這部電腦 這樣子呢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別忘記訂閱電他少年人的頻道 還有給影片Like喔 然後呢有問題的話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們已經準備好準備建造啦 大家掰掰 BGM